的支持 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 是有一个专题讲座 我们特别请来了这个Jack Jack 陈 陈博士 那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Jack Jack 陈呢是Cognitive Leap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 这个Cognitive Leap是一家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辅助的数字化精神健康公司之一 专注于对自闭症和多动症等精神健康挑战的非药物干预 那Jack呢在这个成立Cognitive Leap之前呢 是美国与亚洲跨境投资收购兼并和整合运营的先驱 作为Transworld Capital Group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Jack完成了美国与亚洲之间一些最大的并购交易 其中一个被华尔街日报誉为 这个时代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交易之一 他曾担任南加州亚洲协会 南加州大学 卫理市 医院基金会 美中CEO组织和2005委员会的董事会成员 也是上海复旦大学应用心理学的访问教授 他是富有全景的认知科学公司 Maxutics和Neuroncetria最早的投资者之一 参与过制定公司策略 他在世界上一些最有声望的讲台上发表过演讲 包括哈佛大学 麻省理工 加大洛杉矶分校 布鲁金斯学院 美国商会 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和清华大学等等 他的这个简历非常长 那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 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欢迎Jack Jack成 谢谢袁先生的这个非常genreous的introduction 感谢提供这样一个大讲堂 给我分享我们公司的一些情况 那么为了节省大家时间的话呢 我就立马切入主题 分享一下那个 好 来看一下 你等我把那个 这个放的小一点 好 刚才那个袁先生已经介绍了 我们主要是做这个 用人工智能在精神健康里面的这样一个 非要物干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的公司的mission 是让精神健康人人可及 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做这一个公司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我目前中全球的这样一个精神健康疾病 已经 已经到了一个急需 创新解决的这样一个地步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产生的经济成本已经超过了癌症 糖尿病和呼吸系统疾病的总和 那旁边这一位的话呢 是前美国国家精神卫生研究所的所长 他说的哈 那我们就挑出其中 一个就是这个 现在是困扰很多孩子的这样一个 精神健康的一个挑战 就是那个自闭症这样一个群体哈 那么你可以看到自闭症这个群体的 给美国经济带来的负担呢 是2680亿 那是15年的数据哈 那我查了一下 那这个数字呢 比全世界145家 145个国家的GDP都要高 所以可以想而知 那么如果做一个经济实体啊 那么2680亿呢 大概在这个全球的GDP排名当中 呢可以排50位 所以是个很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支出哈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美国的那个 自闭症人均的终身成本的话 大概在356万 那这里面的话呢 医药成本是将近100万 照护成本啊 照护成本差不多是啊 这个这个100万哈 然后呢 他生产力的损失是200多万 所以就是每一个个体 那如果说没有做一个有效的干预的话 他给这个社会带来的成本是负350多万哈 那如果说你倒过来看 如果说一个一个孩子能够获得这个 呃一个有效的比较好的一个治疗干预的话呢 他能够function like a normal individual啊 当然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跟这个neural typical的哈 人一模一样的 那么至少就他 他的一生当中呢 至少会给社会带来好几百万呃 美元的这个value 所以呢 这个两者一两者一加一减的话呢 你实际上呢 一个人 他的loss是3.5 对吧 这个这个这个3.5个million 然后的话呢 他因为就是不能给社会贡献 他又丢掉了additional 一个productivity productive的这样一个value creation 所以呢 他对一个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的这个影响 呃是非常非常大的哈 那那当然这个我们现在只看了数据 那像这样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这样一种创伤和一种一种负担也是一个巨大的哈 那么你可以看到就是呃过去过去20年来哈 呃这个数字是很可怕的 呃在1999年的时候 自闭症儿童的话呢 大概是500个人里面有一位 有一个哈 现在呢已经到了36个孩子里面有一位了哈 当然这个是这样这样一个快速增长的这样一个换币率呢 当然有各种因素哈 其中一个因素呢 就是呃可能以前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了解不多 所以呢 也没有把孩子带过去诊断 那这是其中一种情况 另一种情况的话呢 可能跟呃这样一个环境也有些影响啊 那么当然这一块的话呢 我就不在这细说了哈 你可以看到这个曲线是非常可怕的 增加了317%啊 那么呃像美在美国的话呢 18岁以下的自闭症人口呃 已经达到了210万 你可以乘一下210万 乘上我刚才讲的那个呃呃 这个孩子一生的这个economic burden 356万的话呢 你乘一乘以后你就发会发现这个数字太惊人了啊 那么目前的话呢 这些孩子的这个治疗呢 是有有几个方面的一个瓶颈 一方面的话呢呃 就说这个很多家庭他没有办法获得好的信 获得就是就是这个高质量的信息哈 另一方面的话呢 他无处寻衣 那么当然还有另一个方面的话呢 他是供需非常不平衡 也就是说呃在自闭症这个领域的话 共方呃是远远那低于需求方的 我待会会给你们一些数据哈 那么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就是华 华语主义的呃 这些这个人群的话呢 实际上呢呃 他的需求特别大 有几个方面一方面的话呢 因为他们可能对这个呃 如何用好现有的呃 这个政府啊 医疗资源的话呢 呃了解不多啊 你可以从这这这几组数据里面看到哈 就是在华人非常集中的南家的 San Gabriel啊 这个City 大概百分之六十的人是亚裔人口 然后你看看就是呃 我们呃 华裔或者亚裔对于这个政府资源的这个使用哈 你可以看English speaking啊 英语讲英语的人呢 就是呃上面那个蓝的bar 呃这么长哈 然后呢就是Mandarin Chinese啊 就是讲普通话和讲那个呃 广东话的人呢呃 他们的这个对政府资源的使用率 是是极其小的 所以呢这个群体实际上呢是highly highly underserved 那是非常需要帮助的哈 这也是为什么就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的原因哈 一方面的话呢就是整个自闭症这一块的呃 治疗呃就是很多人是呃 嗯 根本还没有得到哈 因为这个供需啊就是不平衡的原因 另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呃很多这种呃特别少数主义哈 不太了解新移民的不太了解这边的资源的话呢 他们获得的帮助少得可怜哈 那么目前的话呢主主流的治疗方案的话呢 主要还是以这个ABA疗法为主 那那这个呢相对比较专业了 我想呃有自闭症的这个孩子的家庭的话呢 肯定都知道ABA是一个什么东西哈 那如果说这个家里没有这样的孩子 不一定对这个了解 他实际上是一种应用行为分析疗法 那么1950年左右呃 这个开始慢慢推广的 那现在的话呢大概绝大部分呢 有自闭的这些孩子的话呢 都会呃被医生推荐呃用这个ABA的这样的疗法 那么他里面呢 有好的地方呢也有一些蛮明显的缺点 那么这里就不展开了哈 那么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 非常主流的一个治疗方案的话呢 呃对于人才的这种需求呢 也是像火箭一样的就是往上往上跑哈 那呃我想就是你们如果说做经济分析的 或者做生意的人 很难看到有这样一个市场的需求 是如此的旺盛 呃那么下面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哈 呃刚才讲的这个 ABA疗法当中的话呢 有一个核心的呃一个license的BCBA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么在美国需求是十万名 但是呢目前只有三万名呃这样的专家呃在工作当中 也就是说他缺口是70%啊 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说你要呃满足就是十万个呃这样的个BCBA的呃这个人群的话呢 你可能所有的学校开足马力呃呃要要培养出这么多的人的话呢 可能几十年都做不到 因为培养一个BCBA的话差不多要七到九年的时间 你想一想然后呢 美国目前能够培养 这些专业人才的学校 是远远不足于 就是短时期的满足需求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借助什么呢 借助就是人工智能 其实呢 现在最近一两年 因为OpenAI的成功呢 这个人工智能呢 又得到了大家的极其 这个大的这个热情和追捧 那么其实呢 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创立 差不多是八年半之前 八年半以前 那个时候的话呢 没有人提人工智能 但是呢 因为我们面临的这样一个挑战 是没有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来满足 那么情况呢 跟现在比如说 有些人用人工智能 他说把我的工作效率提高一点 那么 那么他实际上是一个 锦上添花的一个做法 就是当初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被逼无奈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其他的option 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 八年前就开始逼着 去做这样一件事情 那么第一件事情做什么呢 因为呢除了就是 我们现在针对的这个 自闭症以外的话呢 我们也针对 这样一个就多动症的群体 因为本身自闭多动的话呢 他们两者的有共病率 共病的就是 他的这个overlapping呢 是相当大的 那么这个测评呢 是基于这个USC的一个知名的professor 跟我们联合开发出来的 那么通过13分钟的这样一个测评呢 孩子就 我们就可以获得孩子一个非常客观的数据 有两个index 其中一个的话呢 是持续注意力的水平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我们出来的这个index呢 实际上是这个孩子跟同龄同性别孩子比较 他的一个percentile 你比如说他是10%的话 就说明他的持续注意力水平的话呢 是在他的这个性别年龄成的孩子当中 最差的10% 好打个比方 那么我们还会做他的头部和手部的这个跟踪呢 可以评估他的冲动行为 所以呢 这个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milestone在哪里呢 因为一般的这种 这个 就是过去的这种测评方式的话呢 都是需要父母亲的参与 然后呢 填一个两表 那填两表的话呢 一般都是打高选择 是个非常主观的一种 一种判断 那么 这造成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必须得要有父母在场 有的时候你要找父母也不容易找 都很忙 另一方面的话呢 你出来的结果呢 它不是一个客观的结果 那我这个 我们这个解决方案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不需要 第一 不需要一个专业人士参与 经过一两个小时训练以后呢 就 一般的人都能使用我们这样一个虚拟教室 一个 一个注意力测评产品 低调的话呢 也不需要家长在场 那么 结果的话呢 马上可以生成一个报告 所以呢 这个呢 会大大的增加了 就是这个测评 或者说呢 一个screening的这样一个效率 那我们这个产品呢 其实在Stanford Duke 有个好多地方 UCSF呢 都拿去做研究 然后呢 在一些这个医院和一些心理治疗机构呢 也都开始广方被使用了 那这个呢 就简单的给大家看一下一个非常直观的这个报告的 一个summary 那么我们呢 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就是叫Hope Focus System 它是一套这个人工智能驱动的个性化非药物的一个干预体系 它强调建立连接和信任 那也就是说我这里面呢 会有一个人的参与 加上一个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个 一个empower by 人工智能 这个人 那么 它能产生一个效果的话呢 能够改善认知 情感技能和身体能力 也是个科学 寻正的 那促进到呢 全面发展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那么 具体来说的话呢 我们针对的这个人群呢 第一 是那个自闭症 多动症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 有一些traits 或者有一些这种 某些方面的这个注意力 冲动方面的挑战 但是呢 没有被诊断的哈 那学习困难 情绪挑战啊 等等这些呢 都包括在这里面呢 可以用我们这个产品 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改善哈 那HFS非常强大的地方 在于什么呢 第一呢 因为这些 有这些 developmental challenge的孩子呢 一般呢 都是 会被误解 贴上标签 被认为是个麻烦制造者 那么让这样的孩子 去接受干预的话呢 一般的情况下 是比较困难的 因为他呢 有这样一种 比较负面和 比较反抗啊 这样一种 这种情绪 所以呢 就是我们的解决方案呢 这里面很核心的一块呢 是基于 我们 一个 我们 我们叫他 首席梦想 他是全球最知名的 心理医生 就是那个 psychiatrist 之一 那么他呢 在Halvard 待了二十多年 然后呢 自己又开了 自己的诊所 写了二十一本书 其中有一本呢 被认为是 就是这个行业里的圣经 那么他里面呢 就是有特别重要的 一个概念呢 叫五步循环法 那这里呢 我可能 因为这个时间关系的话 我就不展开了 那这个五步循环法的话呢 就能够改变这些孩子 不愿意接受 干预的 这样一种抗拒的心理 让他愿意接受 让他愿意 自己驱动 去改善自己的 这个行为 和自己的 其他方面的一些 具有挑战的 这个这些问题啊 那么 我们这个产品呢 就是在使用的第一步呢 是需要做一个 一个个性化测评 那当然 这个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 那个VCAP 注意力测评 当然有些孩子可能 因为某些原因 他做不了 但是呢 就是每一个孩子 必须要做的 就是这样一个 个性化测评 那我们会通过 这个测评的话呢 全方位了解 这个孩子的 各方面能力 然后基于这些 能力的这些 数据的话呢 我们会用AI 给他量身 打造一个 个性化的训练方案 那么 我们这个训练呢 是基于大脑的 神经可塑性 我们的库里面呢 总共有一千个 独特的 这样一个训练项目 涵盖九大运动类别 那么 其中我就挑几个 讲呼吸 平衡 有氧 灵活 拉伸等等 这一系的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 不同的动作的刺激的话呢 他会刺激到 不同的脑的一些区域 那么这些区域的话呢 会对他的一些认知 和情绪控制 带来一个提升 那么 我们人工智能的一个 非常重大的一个 一个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基于孩子 每个孩子的不同情况呢 可以自动挑选出 适合他的这样一些动作 然后呢 循序渐进的 增加他的难度 让他在 在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不断看到自己的进步 产生信心和一种自豪感 一种内趋力 那么 还有一个 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另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我们不需要一个很大的 Footprint 是一个很小的面积 就可以展开 我们这样一个 非常结构化的 一个系统训练 那么除了刚才 讲了这个运动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 个性化的一个 定制的音乐干预方案 那么跟前面的配合 在一起的话呢 就产生这样一种 多感官的一种刺激 那本身这个音乐的话呢 针对这个感觉处理 这方面大脑功能的话呢 都有它的帮助 那么我们所有的人 对教育孩子 或者说帮助孩子 特别就是那些 挑战比较大的孩子 都会知道 如果仅仅帮助孩子 是肯定是不够的 必须要家长参与 家长怎么参与呢 那他 我们这里 我们的这个 解决方案里面的话 会有 很多 工具 家长可以拿来用 来帮助他的孩子 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话呢 可以给自己 可以提供很多这种 心理教育方面的 这些 专家提供的内容 这顶级专家提供的内容 那么除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们还有对营养和睡眠 提供打卡的这样一个功能 因为一般这些孩子的话呢 都会有营养和睡眠 两方面的问题 那么通过我们这个 Tracking和这种APP 这样一个干预 可以逐步提升 他的这个睡眠和 和营养摄取 那也帮助这个孩子的 这个充塑他的大脑 那么从这里 你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 管中归报吧 一个glimpse 我们APP里面的一些内容 最左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什么呢 就是 我们一千多个动作的话呢 都有视频 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在做动作 我们当中呢 我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一定会有这样一个 一个人的一个参与 那么 所以呢 就是这个 这个人参与的 这个 比如说我们的干预师呢 我们叫他coach 他会 按照这个人工智能 推送给孩子 这些动作的话呢 跟孩子一起做 鼓励他 然后呢 让他看到自己的 成功的喜悦 所以这个人在里面的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我们是 再强大的AI的话呢 我们都不会把它 拿掉 刚才的话呢 因为我没有展开讲的 就是一个 五步循环法 一个重要性 因为像这样的孩子的话呢 他是需要 需要一个人文的关怀 一个人对他的接纳 或对他的认可 那这样一种 有温度的感觉 所以呢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 实际上呢 是一个 这个叫人工智能 加上人文关怀的 这样一个 一个综合的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解决方案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 我们把人的一个 人的这样一个 有感情的这样一个 一个人 他的大脑 等于是插进了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 超级电脑的一个 人工智能 你可以想象 就是这是我们一个解决方案 人他的脑袋后面 弄个脑机接口 插上一个 powerful的人工智能 是这样一个 是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 最后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们这样一个 HFS的解决方案呢 他 重在这个建立自信性 和培养技能 那么通过积极的 鼓励和反复练习 孩子呢 进步 他有这个进步的体验 和成就感 因为进步有的时候呢 他是需要体验的 是吧 他没有体验的话呢 你说他是很难去 接纳这样一个进步 这样一个观念哈 那么 因为他有这样一种 感受了以后呢 他的自尊自信呢 会形成的良性循环 那么 呃 他逐步成长 成长的支持 大脑的一个适应能力 那么对这个孩子的 一个提升 啊 进步是一个巨大的帮助的哈 那么 所以呢 刚才其实这个里面呢 我已经讲到了 呃 我们可以让有抵触情绪的孩子 身上发生明显的变化 对吧 你比如说很多孩子的话 他很拒绝去做其他的干预 但是呢 在我们这里做干预的孩子 呃 几乎 可以说是百分之九十 或者九十五以上的人 都会坚持到底啊 这个呢 在晚一些呢 我们同事会来做一个分享 呃 你们可能有更清晰的了解 那么 因为考虑到时间关系的话呢 我就快速跟大家过一下 就是我们过去十几年 呃 就是过去大概八年多 到底做了什么 那么呃 我们产品呢 这个测评产品 17年就推出了 当初呢 已经在那个知名的大学里面使用 还有拿去做科研 呃 18年的时候呢 我们呃 机构的在 中国的总部呢 成立啊 19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当然其他 其他的话呢 我没有时间多念了 我就把那个重要念出来 呃 就是我们这个训练干预系统呢 19年开始在中国试用 试用的单位那个时候 主要是国际学校和心理咨询机构 哈 20年年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非常非常的感恩 也觉得很幸运的我们 我们呢这个被中国医保系统接受了 那么也开始呃 进入了三甲医院 还有些知名的私立医院哈 啊 21年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进展 第一呢 就是我们获得了一个国际论文 最佳论文奖啊 那么第二的话呢 呃 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获得了美国心理协会的 继续认证教育的资质 也就是说我们公司提供的教育的话呢 是可以拿去做CE credit啊 那么 然后22年的一个重大的 重大的事件呢 就是我们耳丸中心的成立 呃 还有呢 就是呃 为了帮助一些就是低输入家庭 呃 获得更好的资讯 帮助的话呢 我们成立了这个呃 一个Coglip Foundation 做一个501 呃 C3的这样一个机构哈 呃 呃 23年呢 就是因为 在我们北架副责任 白勤呃 呃 老师的这个 努力底下的话呢 我们有了成长呢 我们就呃 到建立了一个permanent一个中心 那么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测评产品呢 呃 得到了这个美国FDA的这个行政审查通过 还有呢 就是我们这个心理协会 呢 获得了五年继续教育认证自治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五年当中的话呢 我不需要呃 这个就APM呢 就不需要很严格的每年给我审查了 他觉得就是我们已经有足够的信用 可以在五年之内 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提供这些呃 比如说我们心理咨询师所需要的这个继续教育的这个 快乐哈 那么二十年的话呢 我们跟北加的一个非常知名的大学 PALOTO大学呢 已经签署了一个硕士生实习合作一个一个协议啊 那么然后呢 还有北加州一个一个应该是做的最最知名的一个呃 自闭症非盈利组织呢 我们跟他进行了合作以后 呃给他提一些孩子提供了免费的帮助 呃孩子进步非常大 呃我们之间的合作 也真的是呃呃成果非常丰丰丰丰丰丝啊 那么南加州的这个我们在北加的话呢 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呃进入了这个呃 这个固定的一个大的场所哈 然后南加这边的话呢 我们又又又建立了第二个中心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因为需求方面多呢 成长也比较快的哈 那么因为当初我们成立的公司的话呢 主要是为了中国的市场的需要 因为中国呢 他的这样一个供需平衡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中国的话大概有三千多万多动症和自闭症的孩子 但是的话呢 这个方面这领域的专家呢 才五百位 所以由此可见 他几乎是没有呃高质量的这个帮助 所以当初我们呢 也是因为自己的呃呃原来的母国嘛 有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呢 我们就是特别想要要去帮助 所以呢是我们一开始呢 在19年在中国是先开始 美国呢 我们是22年才开始的哈 那么你可以看到在美国这边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的大学机构 医疗机构啊 跟我们这边有有合作哈 这个呢就刚才讲到这个我们呃我们公司的这些训练师哈 刚才讲那个coach呃完成训练的话呢是呃可以得到这个呃美国心理学会认证的啊 那么专家团队的话呢 刚才提了一下这个Dr. Holloway啊 他是一个全球顶尖的这样一个专家啊 他是知名度很高 就写了21本书哈 那其他核心团队的专家团队的呢 我们首席科学家呢是Dr. Skip Rizzo 他是南加州大学虚拟现实医疗中心的主任 行业认可的顶尖的专家哈 呃Greenleaf呢也是我们的呃Dr. Greenleaf呢 是一个斯坦福大学的神经学博士呃 呃在这个呃数字精神医疗方面的话呢 算是一个相对一个教父级的这样一个人物哈 那么下面一位呢就是是Stanford人机交互中心实验室的主任 那么还有一位呢也是联合创始人士 呃Stanford一个呃临床心理教授 那么其他两位的话呢是呃我们工作的非常非常closely working together的这两个相对比较年年轻一些的专家哈 呃Daily working together的这样一个一个Lauren还有一个Albert Knapp 嗯那这他们的一些基本情况所以呢呃我呢呃也花了大家很多时间呢 我就我就简短的大概讲一下我们这样一个呃公司的一个概况哈 那么呃呃你说为什么我分享这些情况呢第一呢我想让特别就是我们大家知道哈就是在精神健康这个领域的话呢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人一起通力合作来做的 那么因为现在呢这个呃专业人士的缺乏 所以就是我们这套系统他很强大的地方在哪里呢呃呃就像当初呃Henry Ford呃就是发明生产线啊一样的一个道理 因为在他发明生产线之前汽车的制造呢是需要十年经验的老师傅手敲打把那个汽车的壳给敲出来啊造 这样一个车那么这种车的成本太高 而且这样的这个有经验的师傅人太少 他没有办法让大家都能拥有汽车 因为发明了这个生产线的话呢只需要一个高中教育的水平的人呢就可以造出啊就是大量的呃汽车 让几乎是每个家庭有一到两辆汽车的这样一个情况什么呢是科技的力量 所以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实际上从概念上是一样的 我们不希望呃就是呃我们很多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专业人士得不到干预 因为你错过一个孩子干预的窗口期的话呢 这个孩子我刚才给你们数字看到了 那就是对社会带来三百五十六万的负担 如果你给孩子干预好了他能够呃进入社会能够工作有好的家庭的话呢 那他一一生可能给社会带来是好几也是好几百万的这样一个创造的财富啊 那除了这个财富创造以外 那他家庭也是很幸福的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么也是个非常noble的工作 所以呢我也是希望就是说这个领域里面呢有很多有事之事 如果说有些人说哎他我有兴趣加入公司 或者说我有兴趣跟你们合作 或者我有兴趣一起加入 介入你们那个非盈利机构的话呢 替很多偏远地区的呃没有没有这个这个呃这个资源的这些人 要帮助他们的话呢你们也可以扫这个码 或者说呢就是刚才那个呃原先生那个码呃扫进去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继续沟通啊我真的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呃加入到我们这样一个行业里来啊 为千千万万需要帮助的孩子啊解决他们的呃挑战啊 让他们能够呃真的去这个成为一个一个productive 一个happy的呃person啊 那么呃后面的话呢我主要是也想呢 让大家跟我们呃跟我这边有互动啊 我觉得呃可能你们觉得听了30分钟的也有一点累了 我我我非常呃乐意呢就是给大家回答任何问题 嗯 好的谢谢Jack 嗯 我们我们现在就开始是Q&A吗 还是说要 对我这样就是呃我在想呢呃 我也想听听看啊大家如果说呢呃 想更听详细一点的话呢我可以再继续啊 啊呃因为我考虑到就是呃可能听众呢 有些人可能对某些方面的这个呃 兴趣点要求不一样 那么我觉得也可以大家提一些问题我来回 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可以挑一些呃 嗯就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跟大家再继续分享啊 啊那么当然后面的话呢呃 呃就是分享了几个问题以后的话呢 我会请我的同事呃白琴啊呃他来讲讲他的个人的这样一个体体验啊 啊那我顺便先讲一讲就是白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啊 啊那白琴老师呢他是那个首都医科大学毕业 然后呢又去了学和读了一个硕士那么在生物芯片里面领域里面呢 有做了十年那么呃在过了做了十年之后呃他后面的十几年当中呢 主要投身在这个非营利机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真的我觉得是非常amazing的啊这个袁先生你可能了解他比我了解的更多了哈 那么我们非常幸运呢去年我们能够说服呃 这样一位特别优秀呃心机特别善良 又非常有能力的呃这样一个老师专家呢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北家的负责人 那么他可以介绍一下他从一点都不知道我们这个系统 从零开始学习 然后呢给一些孩子一些有的孩子是特别严重特别困难的这些孩子做干预 得到了非常非常好的结果 对吧像这种满足感呢呃可能就是比自己种了一个乐透都要高兴哈 我想他分享的过程中你可以真切的感受到他的这种情感 那么呃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先听他分享 我们可以先请这个呃白老师分享 那如果说大家有问题的话也都可以问哈 那我我我看呢还是把那个决定权交给这个呃这个原先生你来决定哈 哦没有关系那个我三观众已经有一些问题了哈 啊嗯 对我们好的好的对我们或者先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那我来看一下吧有什么问题哈 那我是又 呃他请问病人都是小孩吗 首先第一点哈就是我们呢 呃不是他愿意用这个词病人我跟你讲为什么不太愿意用这个病人哈 来到我办公室人都会看到我书桌上有有大概十几本书 这里面有被呃这里面有达芬达芬达芬莎特 我们世界的病人所以呢就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孩子是病人只是孩子他的行为他的他的沟通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而已 他有的时候发脾气呢他觉得他说你们老是要用你们的方法让我去沟通我做不到你非得要这么做他可能生气了嘛 当然还有些孩子的话呢他可能在developmental方面的话呢他对于情绪控制是有问题但这个no issue这个issue呢像dr. hollowell讲的他说很多比如说像多动作的孩子啊他说你就是有个法拉利的引擎你的脑袋你的刹车是个自行车的刹车对吧 就你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爆跳颅来啊但我就给你刹车修好就行了嘛 所以这个人本身呢你不能说是个法拉利引擎是个病孩对吧 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的话呢测评中文英文都可以 那我们这个测评呢主要是有两方面啊一个呢就是就是VR虚拟现实的一个测评 那有些孩子的话呢他可能有些认知方面的话呢他不太适合做这个测评 但是呢FS的话呢主要是父母亲的填表哈所以两者最好都做 那如果说一个做不了做FS的这个两表也都是OK的哈 中英文都有哈 那么然后呢后面呢Q&A关节把问题写的恰里面等一下回答 很好这个谢谢袁先生哈 啊如何可以获得你们公司的认诊及费用哈 这样的我我跟讲讲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认真 因为呢现在很多孩子呃特别自闭症的家庭 他要去干预的话呢呃有的时候排队 特别就诊断和干预排队等很久半年一年都有 然后呢即便等到了以后呢呃给他的这医师或者训练师呢 也不是他满意的又得等所以很多人非常frustrated 那么我们呢我们这套呃这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训练家长作为孩子的治疗师通过我们的人工智能推送体系 他完全就可以在家里给孩子做非常强有力的有效的干预 那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呢这些家长呃有比较熟练了以后呢也可以出去给其他孩子做干预作为一个第二职业的收入来源哈 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呢呃就是费用是995呃全领大概是需要25到30个小时其中包括就是我们一对一的这种呃都导 那么通过考试以后呢就可以拿到呃就是APA的这样一个呃结业的证书 那么在我们的指导下呢就可以给孩子做干预了啊那我们在国内这方面的话呢有很多很多家长在做这一方面 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美国有很多保险支付啊政府补助啊在中国这两个人都没有 所以呢家长就非常积极那么在美国这边的话呢我们现在刚刚启动 所以谁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呃在呃呃这个这个这个元先生这个群里啊呃呃放进去哈 那么然后呢就是我这里面呢要提一句就说呃呃 除了这个训练费用以外呢他每用一次我们的平台因为我们这个开发 好几千万美金放进去了所以呢就是他用的话呢会有几十块钱现在我们还没有最后定哈就是有这个呃有这样的 使用费那一般到外面做干预的话呢有100多块 那么自己给孩子做的话呢 可能也就是几十块钱吧 那么如何 如何评估AI在精神健康概念中的效果 我们这边是这样的 我们之前和之后的话呢 都会对孩子进行客观测评 一个呢就是用我们的FMS 另一个的话用我们的VCAT VRA做一个测评 那么当然就是说 VRA测评的话呢 它有它的局限性 那么但它的很强的 一个强的地方在什么呢 它很客观 那么FS的话呢 因为它是非常全面 是个全方位的 一百多道题的这样一个问卷 所以呢我们这两个呢 都会阶段性的做一个对比比较 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 我们也会对家长做一个访谈 所以家长会告诉我们 原来小孩子这个每个礼拜 就发几次五次大脾气 现在发一次了 比如像这一种 所以我们都是有各种各种这个方法 那么然后呢就是什么是HFS FAS FS呢就是叫这个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 全方位了解孩子的这样一个问卷系统 总会有一百多道题 就是问问题 那么家长要回答的 我们这个呢 主要还是为这个 比如说五岁到18岁的这个人群 那么如果说有些孩子小到三岁 要看他的情况 也有可能接受 或者大超过18岁也有可能 那这个就是要 要看个人的情况了 对神经动态性就是neurodiversity 非常好 讲得非常好 APA的证书呢 就是American Psychology Association 他的 他认可的这个证书 所以我们发的证书里面 有APA那边的签字和我的签字 我们现在的数据 CC号还没有足够到 我们对孩子干预以后 几年十年以后再看看他的情况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这个干预呢 从他的原理上讲呢 是基于神经可塑性 OK 第二第二的话呢 就是我们 另一个方面的话呢 我们是break 他这样一个negative thinking的 一个cycle 所以这两者的话呢 一旦就是你启动了以后 就是对他的影响 是一个permanent的一个影响 你比如说 打个比方吧 原来这个孩子的话呢 都被误解 都被认为这个孩子是 是一个坏孩子 品德坏 不听话 或者说是等等等等 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negative东西 所以他们在内心当中 已经非常自责了 那么实际上呢 这些孩子 他在普通的这样环节里面 他得不到尊重 那么到我们这里来以后呢 他不仅得到尊重 认可who they are 我们接受他是接受who 接受他who they are 认可他 然后呢就是我们会发觉他的优点 然后呢去鼓励他 去发挥他的优势 那么然后在我们这个训练干预的过程当中呢 让他感受到他进步的可能和喜悦 所以就是说通过我们这个40到60次的这样一个干预的流程以后的话呢 这些孩子不断的reinforcement 让他看到了进步以后呢 他已经再也不相信 就是说人家说的我什么都不是只能getting worse and worse 是这样一种情况 所以往往这些孩子哈 就是离开了以后的话呢 他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哈 但是你说10年以后到底怎么样 不知道哈 那么ABA证书这个职业的名称是什么呢 这个APA的话呢是这样的 假如说你是一个心理咨询师哈 你每年是需要去获得就是就是叫什么 继续教育的学分的 那么我们的科 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心理咨询师的话呢 我们的有些课程是可以算作APA的学分的 是这样一个情况哈 那如果说你并没有心理咨询师的这样一个license 你要学习的话呢 我们只能给到你说你完成了我们这样一个训练 因为你你也你也拿不到 也不需要这个继续教育的学分啊 好的 Jack我们这样子哈 就是说你已经回答了一些问题哈 我们可能后面还有一些问题我们等一下再问啊 上我有几个问题 因为刚才提到了哈就是 呃 呃这个上对心理啊对孩子的这种身心健康是会有帮助 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说那你们有没有就是说因为在做这个干预训练之前你们有一个那个测评对吧 嗯 呃 FAS的测评或者是VCAT的测评那你训练经过这个干预训练了以后 是不是还会再做一次测评看你这个没错 没错 是的是的我们都是要做的而且呢目前为止的话呢我们是这个呃这个significant improvements的这一个比例八十以上 嗯 实在我们的数据量不大 嗯 就指标上面是当然你说我们现在数据还没有到几几千个这样一种规模哈 但是的话large enough 那么国内的话呢我们已经有五六十甲三甲医院在用 但是的话呢中国的数据现在我们不能用了 因为中美之间呢特别特别敏感特别在这个领域啊我们现在不能动 但是呢呃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呃顶尖的机构比如说是中山医院呢脑科啊呃康呃康医院呢都在用 呃而且呢都在不断的增加呃使用量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一定是有好的结果哈 对您前面讲座开始哈你提到这个很惊人的数字哈就说这个asd的呃这个变化哈已经300多倍的增长率 呃您提到有几个因素就说是因为awareness哈就说大家对这个病知道了了解了然后就会去做检测 或者是呃环境那那时就说他造成这个asd或者adhd的这个生理学生理上面的这个意义呃原因是什么就是说因为还有一种说法哈就是现在也也也很多呃就是有很多人在提出来 就是说这个呃这个呃这个呃儿童打疫太多的疫苗是不是会引起这个asd啊或者什么就是说因为你在整个环节里面有预防有干预有治疗那预防的话你需要知道它的原因对吗 是的就说呢目前哈就是比较evidence呃比较evidence这一块呢就是个遗传因素 遗传遗传因素那么那么然后呢就是疫苗这一部分的话呢已经有很多专家出来辟谣 就是说这个里面是没有这个相关性的嗯但是你说这个东西呃怎么说呢呃就看大家判断了哈 大家判断就是说我倾向于呃不认为疫苗有关但是我也不是权威只是我看到了一些就比较权威的这些专家的呃意见是这么说的 那往往说是有相关性的话呢你有些是知名的演员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可能多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也不能评论嗯 对所以就说研就是说从研究上面从生理学的角度上面上并没有一个定论就是说呃可能原因最多的还是说是因为遗传的原因是吧 那目前为止是这样目前为止啊因为还有人也也有人也有种说法就是说是大龄产子啊 就是说呃如果生生育孩子的就是年龄比较大的话也会有早产呢比较大啊或者说酗酒啊或者这些因素哈 嗯嗯嗯嗯但是呢这个里面的话呢呃到底每个因素占多少的话呢不确定但是遗传这一块的话呢是一个那个dominant的一个一个因素啊 嗯对上也也蛮想了解一下你那个就是这些干预训练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哈 当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听起来就是说呃你说你这里面有呃有做不同的运动呃 专门定制化的运动来刺激脑区啊然后相当于一些身心方面的这种锻炼哈 啊那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应该可以不限于ASD或者ADHD的这些孩子们哈就是说实际上一般可能有些心理问题啊或者有一些呃发展痴缓的孩子啊可能也可以用到这样子一条系统 是的这个呃这个邀老师讲的太对了呃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我们的原理呢是基于神经可塑性 也就是说我本身是通过强化大脑来强化他的呃这些呃就是来提高他的行为和认知能力 那比如说刚才讲一个刹车系统不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在脑的某一个部位呢他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呃呃呃或者有一点结构上的一点不一样 那你通过对这一部分的呃呃外在的运动的刺激的话呢能够帮到他哈我我我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我们也我们训练孩子当中经常看到的一个现象哈 你说一些孩子进来的话他自己非常潦草嗯那到我们这训练以后呢我们从来没有教他教他怎么把字写的好 但是呢他呃炼了这比如说三个月以后呢哎他写字就很工整 那你说为什么会写字会工整呢对不对也就是说呢你原来写字的你这个手的动作是脑的某一个部分呢 在指挥他去做的那这一部分呢他比较weak的话呢你你写字就写得很潦草对吧那么然后呢 练完以后的话呢哎反而觉得哎你这个小孩子怎么自己这么好了我们甚至有前后的对比蛮amazing的这种情况哈 是是是是所以你们这个系统非常好哈好那我们呃或者这样子好不好就说我们先请白琴老师先来分享一下哈然后我们观众如果还有问题的话继续答在这个chat里面哈我们等一下再一起来提问来来请Jack来回答好吗 好的谢谢哈好那么我们请白琴老师啊可以听到吗可以啊好谢谢啊我觉得其实刚才啊Jack原文还有大家都已经啊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了哈我其实自己作为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就是从从零基础 然后成为了成为成为然后成为然后成为然后自己训练过啊啊啊不少这样有ADHD和有这个自闭症的孩子可能有一点见证吧啊呃确实就是我原来是学医的哈然后我是什么有一个提示嗯就是然后我也学过生物也在这个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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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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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除了我自己對心理學還蠻感興趣的 然後我也上過兩門這個 就是Community College的心理學的課程 然後但是我並沒有這方面的專業 所以其實是一個零基礎 然後當時也是機緣巧合吧 也有自己的一些原因 然後就被說服說來幫忙 來做這個事情試一下 但是我因為在灣區也生活了差不多20多年了 所以也希望說做的這個事情確實是有效的 先要說服自己 然後我猜我這個人比較的保守一點 我不想說去不知道這個事情是不是work 我就去說 所以我就先是剛好有一個孩子 也是一個比較比較難的一個case 它是這個多冬症加上這個高功能自閉症 然後它是屬於情緒非常 比較急躁比較暴躁的這個這樣的一個孩子 然後當時的家長是 訴求就說只要他能跟你進來 進你的這個訓練室跟你上課就可以了 因為其他的任何的醫院也好 什麼這個干預啊 他都不去 這個孩子拒絕去 雖然他其實年紀不大 但是他非常有個性 然後當時我 我還是沒有學這個培訓的過程 這個這個這個情況下 但是我們這個確實我覺得這個 這個 我們的這個智能系統非常的powerful 他就是 而包括我們的團隊也非常的supportive 然後我就等於 一邊一邊學一邊做 帶著這個孩子 我們做了40堂課 從從開始他完全不能夠注意 就是一進來就在房間裡邊轉圈 根本不看我 然後你說什麼他也不聽 一堂課大概能做一個動作 能做一個 做一個 你一次就已經不錯了 後邊我們 大概20堂課左右時候 他整個七個動作都可以跟我做完 每每個動作做三組 然後就是他的注意力 有很好的提升 然後他的情緒也非常的 就是他媽媽說 他就是他的temperment 就是就變很好了 他很mild的後來跟我 跟我一起訓練 然後後面差不多 我們訓練完了 剩下時間我們就一起打來狗 他很喜歡打來狗 然後他也跟我聊天 有問有答 就是這個communication social 這方面 都覺得有很大的提升 包括我後面訓練的 其他一些有自閉症的孩子 我覺得每個孩子都非常不一樣 雖然他們診斷 可能大家就說 他是自閉症 他是ADHD 其實他們非常不一樣 而且我們好多人覺得說 自閉症的孩子好像他 他就是不看不聽不react 這種幾個幾個比較 typical的這個symptom 但是實際上他們特別想要溝通 然後我記得我們是跟那個 華人特殊兒童之友有合作 我們義務地幫他們培訓孩子 其中一個孩子 他爸爸就說他非常想跟人打交道 他每次見到人就說嗨 然後人家跟他嗨 然後他就不知道該說什麼 其實這樣他 就是說他的這種社交啊 這種語言交流的這種腦區 實際上是發育是比較之後一點的 所以造成他的一些困擾 但是他因為這個交流不成功呢 就給他帶來一些負面的心理影響 他慢慢會變得就說他不喜歡交流了 但是實際上我們在訓練的時候 我們的訓練又很好玩 就是遊戲的用遊戲用去鼓勵的方式 跟孩子建立連結 孩子的自信就會慢慢的提升 然後他也覺得很被accepted 然後他就很feel comfortable 然後我印象很深有一次 我跟一個ABA的RBT 我們兩個share session 他在旁邊就記錄我們 然後呢他就覺得太吃驚了 說這些孩子怎麼提升的這麼好 就是他跟你就是跟我 就是有來言去語這樣聊天 然後最近一次的session 我也特別感動 就是他跟我一邊做運動 他就揪著自己的頭髮 他說 New haircut Not too long Not too short It's a beautiful haircut 然後我就so proud of him 我覺得真的是太開心了 所以其實我有時候跟圓文也說 我說其實訓練孩子還蠻累的 但是呢就是看到那種你影響到這個孩子的生命 你幫他就是去成長那種感覺還是挺幸福的 包括就是自閉症很多的孩子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他的那個平衡能力比較差 然後這個孩子也是他就是在我訓練大概 我忘了是20堂課的時候 現在是現在不到30堂課嘛 他突然間就學會騎自行車了 然後他爸爸有一天就特別開心 他說我教他這麼多年 教他騎自行車 他現在11歲嘛 就一直不會 然後就怎麼就學會了呢 我說我說是啊怎麼就學會了呢 然後就就蠻開心的 對然後今天我還有一個 在New Jersey的一個朋友 他也是我鼓勵他的孩子來做我們這個訓練 因為我確實覺得對孩子挺有幫助的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了 他說他今天讓他的孩子戴上我們那個鼓傳道耳機 聽音樂 他說他孩子一邊聽一邊笑特別開心 然後我也是我覺得啊 一下子就挺開心的 對 對我想說的就是確實這個系統呢 能夠幫助到很多的很多的人 如果你很愛孩子的話 你想要對孩子有一些幫助的話 這個系統確實是蠻好的 他給一個personal 來自一個training 像我們之前遇到一些孩子 他們去參與的干預呢 大部分都是這種一個固定的模式 不管你是什麼樣的孩子來了 都是同樣的一套干預方式 就是說沒有太針對於每個孩子發育的不同 有這樣的一個personalized 像有些孩子他去干預之後還是最後還回來 然後在我們這邊來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很開心的 來了就沒有走 對 然後像我上次 我上周六有一個孩子 12歲了他非常的against 他不接受說他自己有ADHD 雖然他是被diagnosed 然後他非常聰明 非常的knowledgeable 然後他喜歡的東西 他可以讀很多的文章 但是他從另外一方面 他的社交啊 情緒方面就像一個四五歲的小孩 非常衝動 就是他會在你 就是突然間大叫啊 或者一下子把門就在你面前就關上pony 什麼樣 然後他就說我不要運動 然後就是基本上他已經幾年了 他任何運動都不做 然後那次跟我們 我們就給他做demo 我們做一些什麼運動 他就跑來跟我們一起做 我覺得還是 從我這個親身體會吧 這個這個算是一個見證 覺得還是蠻好的 就是你 當然有有些家長也說說 為了解決這個 因為當初找這個 治療師也好 這個諮詢師也好 都找不到嘛 尤其pandemic以後 大家這個心理啊 心理健康 都有很大的一些問題 所以這個資源就特別少 那也有很多的這種 人工智能發展的一些人機 交互的一些訓練方式 但是呢 我覺得從我的角度來講 現在孩子已經 非常離不開屏幕了 在社交在這個語言方面 我覺得都 就算是他沒有任何的問題 在這方面機會都很少 所以我覺得 用一個 就相當於我是一個被AI給加持了的一個很 很powerful的一個人來幫助孩子 我覺得這個還是挺很開心的 好吧 那我就說這麼多 嗯 嗯 嗯 謝謝 嗯 好的 謝謝 謝謝白琴 嗯 對 那我們現在這裡面又有一些問題了 我們再請回Jack來回答問題 對 可能大家還是比較關心 就是說你這個培訓 這個APA證書啊 什麼這個培訓 比如說 有沒有什麼樣的資質啊 就是說 需要什麼樣的學歷來參加你們的 這個訓練 然後是這個訓練的話是有中英文是雙語的還是什麼樣 對訓練中英文都有 差不多二十幾個到三十個小時啊 這樣一個訓練 嗯 然後需要什麼樣的學歷 就是高中以上學歷就行啊 只要看得懂這個文字 然後呢學會操作電腦就沒有什麼問題 那關鍵是要有一個愛孩子的心 接納孩子的心 這個是非常非常關鍵的啊 嗯 那麼剛才講是業界的標準答案是什麼啊 目前自閉症成因人是迷 那麼怎麼講呢 就是像有些東西的話呢 嗯 就是 就是腦是一個最前沿的科學啊 嗯 我們目前對腦的突破呢還是非常有限 但是呢我們不可能等到 我們 對腦了解的很透徹了以後 再對腦進行 一些干預哈 我們現在的話呢 通過我們這些 這些這個干預 孩子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那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現在也累積了很多數據 我也是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我們這些數據和我們觀察這些現象的話 能夠幫到我們 能夠能夠能夠 進行更多的這個研究 更多的了解自閉症 這樣一個 群體和這樣一個condition 能夠幫助更多的人 嗯 那麼I don't need data to support those people 這樣呢 就是 ADHE的孩子呢 有一部分呢 他是長大了以後呢 他會outgrow 他 就是說他可能是一些發育 有些遲緩 那麼後面呢 他會catch up 那麼另一種情況的話呢 是比較常見的 就是說 他小孩的時候呢 非常衝動 那長大了以後呢 衝動這一塊呢 減少了 但是的話呢 他的inattentiveness啊 或者說他的注意力水平的話呢 沒有太大的提升 但是呢 你從他的動作行為方面呢 看到你覺得他進步了 那這種情況也有 好 剛才那個講話的那位女士呢 是負責我們北家的負責人 叫白琴 那麼他的背景是 首都醫科大學 然後呢 是協和一科大學 那麼後來呢 又做了七年呢 這個生物芯片開發 這樣一個背景 哦 那已經有了 OK啊 要是 上課訓練時 physical violent怎麼辦 其實我們也碰到過這種情形 那麼當然就是說 我不知道他有多violent 但是呢 就是我們以前碰到 有個孩子呢 要撞人呢 或者要怎麼樣的 是有的 那我們在深圳 那我們在深圳就碰到 這樣一個孩子 後來呢 他進步太快了 結果他媽媽 介紹了200多個家長給我們 都成為了就是 居家訓練師 是有這樣的情況的 對 我也自己也碰到過兩次 就是有一個孩子 他是自閉症 他不太喜歡 就是改變嘛 有一次他剪完頭髮 他也是就是非常生氣 在那踢牆呀 然後扔 教具呀 把東西丟來丟去 好幾次差點砸到我 然後那個 我就陪他坐在那聊天 我說我知道你不喜歡剪頭髮 我說你肯定是很生氣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慢慢情緒就 然後我就Calm down下來了 我說你要是不喜歡呢 我說你要 讓我們知道 你要跟比如說 跟爸爸交流 爸爸在上課之前 帶他去理的頭髮 後來他 其實他還挺聽的進去的 他就開門出去 跟他爸爸交流去了 然後就說 我不喜歡那個 什麼顏色的東西 你為什麼給了我另外一個 對 我覺得其實孩子 他之所以衝動啊 什麼的 他是有一些 心理上的訴求 沒有得到滿足 包括另外一個孩子 他不喜歡做錯 他特別完美主義 他做錯了以後 他就很生氣很生氣 然後包括我要不讓他 比如說他想要做一些危險動作 我不讓他 他會打我的這個手前臂 然後我就說 好疼呀好疼呀 我就做出那種很痛苦的表情 然後他就過來抱我說 I'll never see you again 然後他再也沒有打過我 就是我覺得 其實孩子是 可能我沒有遇到更難的case 但是從我的經驗來講 孩子都是蠻善良蠻可愛的 就是我們跟他 建立了connection以後 都是我的孩子們 都是在門口等著我去訓練的 嗯 哇太好了 這個這樣就是 我剛才講到就是我們這裡面呢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要素之一呢 就是讓這些很難的孩子 能夠就是不抓抱的 非常愉快的跟我們練呢 是一個五步循環法 五步循環法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條是什麼呢 就是剛才白晴講的就是你要跟孩子 建立一種很強的這種接納和連接 因為一個孩子如果說他都不能接納你的話 你怎麼能夠給他帶來變化 他接納你然後呢 對你有這種信任感 那麼在這個基礎上的話呢 你的干預 你所推進的一些動作 他就會跟你來做 他會認真做 甚至有孩子的話呢 他還會回到家裡繼續做 然後來了以後呢 就像表現得更好這種情況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 所以五步循環法的話呢 這一個這一個部分的話呢 第一步就是connection是極為重要 那麼其他部分的話呢 我不展開 因為花的時間比較多 那麼所以這是為什麼 就是我們在干預過程當中 像白晴講的一樣 就是我們一定要是有一個人 然後呢 後面呢 這是一個人工智能的一個東西 來幫到我們 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說你把前面的人去掉以後呢 你不能跟孩子產生connection 那你後面就像剛才講的一樣 你沒有辦法 你也沒有辦法 就是進行後面的這個干預動作 那麼我看看 那麼我們現在有華人 現在還有一些其他的人總都有 也都有了現在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話呢 為什麼主要是以華人為主呢 就是剛才你們看到一張圖表了 華人特別特別需要幫助 那我們呢 是希望幫助 送給最強的這個群體開始 怎麼才能參加這個培訓 那麼是這樣的 就是一個呢可以掃嘛 我剛才最後給到的那一頁 或者說呢 掃那個叫什麼 袁老師的 袁先生的那邊那個馬 然後呢進了群以後呢 就可以問我們問題 運動刺激心理的正面循環 然後但是語言及溝通交流能力 非常複雜的學習歷程 而且語言能力是屬於高層認識能力 也需要經歷不同的發展階段 自批症的孩子在 其實也會 這也是一位專家要跟你們合作 這很好 其實呢 你這個問題是提的很好 那麼 其實呢 你說對一個孩子要做一個完整的干預的話呢 當然就是說你們這個 speech pathologist 這樣的話呢 它是非常重要 你比如說一些孩子他都不能發聲 或者不能吞咽 那這些動作的話 他是需要人去 就是不斷地跟他practice去強化 就像一個人 他腿摔斷了 對吧 你把他腿長好了以後呢 你要跟他做rehab 讓他就是帶他走路啊 動啊等等 那這個肯定也是需要的 那麼從我們本身干預的角度來講的話呢 我們呢很難做到一個米西林三星級酒店 完整的整套的這個服務 為什麼呢 因為這麼一來以後的話呢 可能99%的人就得不到幫助了 所以我們這套體系呢 主要就是能夠給絕大部分的孩子 做一個最核心的這一塊干預 那麼我們也非常鼓勵他們去尋求 像剛才那位老師提到的這種 speech pathology 就是 speech這方面呢 這個語言方面的這個交流 或者說這個學習 那麼這一位的話呢 我們也很想有機會呢跟你溝通 因為我們有些孩子的確還需要些更多的幫助的話呢 你假如說是這方面的專家呢 我們非常樂意就是跟你合作 我順便講一下我們最近就是請了一位顧問呢 他就Lillian Chan 他是這方面的非常頂尖的專家 他也給我做了一個專訪 他自己有一份 他在San Diego有一份那個華人雜誌 還做了一個封面雜誌 就是介紹了我們公司 有興趣的話到時候我可以把那個這個文章 也發到群裡給到大家 還有問題 還有問題我看看 參加你們訓練後有機會跟你們僱傭嗎 那當然有機會 像我們男家有一個媽媽呢 她有個26歲的自閉症的孩子 她就說哎呀反正你們系統看起來不錯 我也是學特殊教育的 那我就試試看嘛 死馬當活馬役 這是她的原話好 後來訓練過了以後的話 她說這個孩子怎麼進步蠻大的 後來有一次呢 在我們男家有個叫Franklin Foundation 做自閉症家庭支持的一個非營利機構 在他的年會上 然後呢講話還做了黑管的表演 好多下面的家長都哭了 因為覺得這個孩子怎麼會有這種變化 那麼後來他就變成我們的公司的員工了 我估計他可能今天也在聽 每次孩子的訓練時間差不多是一個小時 大概一個禮拜呢 我們我們認為呢至少要兩次 最好三次 Lillian Chan 她的中文姓是姓劉 那這個Ming Lin Tsai 你是台灣過來 我估計因為她是台大畢業的 這個呢她中文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她姓劉中文 但是呢她的英文名字叫Lillian Chan Lily Chan San Diego State University 她現在也是他們那邊 一個什麼中心的主任 指揮英文可以啊 完全可以的 我們現在也很需要這樣的人 對 對就是follow up那個剛才這個SH的問題 就是說參加你們的訓練 一般就是說你們 你們說你們現在可能很多人是 先是家長來照顧自己的孩子 來訓練自己的孩子 所以接受你們這樣的培訓 那你們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Network 就是說像你剛才說的那位家長 就是說他有餘力了 他可以去幫助其他的孩子 但是他可能接觸不到 可能需要通過你們 你們有沒有這樣子一個 比如說平台啊或者Network去幫助 我們現在正在有這樣的計劃去做 我們這筆融資 我現在正在完成的這筆融資呢 就準備在在美國北美這一塊的話呢 做大量的推廣 所以呢我們現在在北加呢 已經有一批非常非常高質量的 這個媽媽訓練師已經 都已經在等待了 那麼因為以後呢 就是我們通過這些推廣以後呢 肯定會很多人找到我們 那我們會基於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 這些訓練師的一些情況的話 跟他們配對 就是給他們這些孩子訓練 嗯 只有這個計劃的 嗯 所以呢也 也非常 就是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呢 我想我們可能就是 就是給一個表 大家填一下就說有興趣 就是 learn more 那或者說就是我們有孩子的時候 因為這裡面呢 會問到他住的這個zip code在哪裡 對 如果訓練好了以後呢 一個孩子zip code跟他一樣呢 就可以把這個孩子 assign給他 嗯 非常好 對還有那還有一個問題 我前面也提到過 就是說 現在主要是在南加北加 那 我有朋友在波士頓 他很需要這樣子的 嗯 訓練或者是幫助啊 那你們現在就說 在美國其他的州或者其他的地方 呃 有這樣的中心嗎 中心現在其他地方還沒有 但是呢已經有人跟我們談 呃 希望在紐爵士啊 巴士頓啊 達拉斯啊 還有佛羅里 已經蠻多人來詢問這個事情了 其實我們的公司呢 本身是一個enabler 這樣一個角色哈 你可以把我們當作是一個intel的一個chip 呃 你們可以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呃 一個生產del computer IBM laptop的這樣這樣一個人 如果說你們要合作的話呢 我就提供呃 就是我們的HFS這個解決方案 你可以在你的當地成立中心 或者機構服務這些人 那比如說像有些自閉症的媽媽 他可能有幾百個群到幾百個人的群 哎 他說你看這樣 他說我呢準備租幾個office哈 然後呢訓練幾個媽媽 你們要不要來到我這裡來訓練 他就可以把它做一個做一個business來做 也可以 我們也非常支持 對 非常好非常好 所以我也聽過你們其他的講座哈 實際上就是說這也是一個蠻好的機會 就是說不光呃 如果是自己的孩子有這樣子的呃 需要這樣子的訓練以外 可以來學習來接受這個培訓 上這個還可以作為一個創業的機會啊 就是說你學好了以後你還可以去幫助更多的人 然後你也可以從中得到收入 對 是的 是的 這個我們明天就有一個人呢 呃他就說是北加州那邊 他說有很多呃 很多家長離開了大廠 又想轉換一個賽道 做些不一樣的事情 就說哎呀 你這個東西太好了 對 我們現在發現呢 這裡面其中有個問題 他說是不是高制人權的孩子這種比較多 哈哈 其實呢 說句心理話呢 我沒有說這個去多看這個統計數據 可能也沒有人敢做這個統計 他就這樣有這個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就是我們發現哈 北加這個比例比較高 高制人權當中好像比例蠻高的 嗯 那這只是一個感覺 我沒有說有足夠的數據來support哈 對對對 這也是就是說前面有說到哈 就是因為高制家庭一般都是晚 晚生育晚婚晚育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 當然這個again哈 就是說前面一位觀眾也在說 這個就是都是可能性的因素 嗯 其實我跟你說吧 我通過這樣我認識了幾個行業的大牛人 嗯 就是說特別厲害的人工智能專家 和特別厲害的這個投資素質醫療的這個總監 是 然後呢反正還有一些這個就是 就是相當有影響力的人 還是我在這裡來訓練 後來就是我跟他們家長呢成了好朋友了 嗯 這些事情呢他們還幫我做些免費諮詢 因為他懂數據的跟我們講要怎麼做 懂研發的教我們 所以到後來的話呢 就是我們幫了他孩子 結果呢他的無償來幫我們很多 哈哈哈哈 對 對 啊 我看哈這個剛才呢 呃 我有人問我他聯繫方式怎麼樣哈 computer 啊 這名字就是computer父母綜合症 哈哈哈哈 這個 A front family has easy access to care and evaluation 這個也是一種possibility 是 是 反正呢我總體的感覺什麼呢 就這個群體特別特別需要幫助 沒有得到幫助這些家庭 極其痛苦 嗯 所以呢我們是希望越來越多的人 真的你們加入到我們這個行業裡面的話呢 我們一起做些有意義的事情 就是不要怕斜槓人生 我跟你講嘛就是我原來做了20多年 是做中美跨國受過兼病的 是這個精神健康跟我八竿子打不招 我不認識任何人有自閉症多動症 我也沒有這方面的人工智能的這個背景 但是呢我覺得這個事情非常有意義 那我就找了一些非常厲害的人一起做嘛 嗯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邊有能人 有厲害的人 有想法的人 跟我們聯繫 嗯 我們需要 腦力 我們需要很多的這個 幫助和你們的支持啊 好的非常好 嗯 那個Jack 你要不要再把你們那個那個二維碼的那個 再share一下 我要share一下 大家很想要知道你們的聯絡方式 對好的 謝謝你謝謝這個 嗯 然後就在這裡你們掃就進去了哈 嗯 真的很開心的這個跟大家溝通 因為這種機會的話呢 呃 就是我我也非常appreciate 呃 我的就是我我們的mission哈 就是讓精神健康人人可及 所以呢我也非常樂於呢 帶出任何機會呢 呃 讓大家知道呃這個crisis需要我們每個人站出來呃 呃 貢獻他的一部分啊 是 好的 也今天也特別高興啊 能夠請到Jack 還有白琴哈 來分享你們這個 因為這個我覺得 確實 就像你前面分享的那個數據哈 現在這個 呃 ASD啊 ADHD啊 這些商 這個數字上是很驚人的 我我現在 呃都已經碰到好幾個朋友的家庭都有這樣子的 呃 呃問題哈 那 呃 那 至少你們這做的這些事情是能夠大大的改善他們 能夠改變那些孩子們的生病啊 所以非常感謝 對啊 所以你有你有這些這些孩子的話 趕緊推薦給白琴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謝謝 你們這邊誰誰有這種情況的話呢 真的趕快聯繫我們這兒哈 我們呢也很願意幫助 好的 好 那那個Jack 我能不能我再分享一下我的那個二位 非常好 非常好 對對對 謝謝你啊 我都不能占了你主場的那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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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係 這個這個這個我們是鼓勵的哈 因為你們這個商也是公益哈 那我我呢 主要是想分享一下分 那再把那個二維碼貼出來哈 因為就是說我們以後講座的信息啊 包括我想Jack肯定會很樂意加到我們這個微信群哈 大家可以繼續的在群裡面還有問題啊 或者是交流哈 那我們這個我非常樂意非常樂意哈 那有一個人問我他是不是psychologist 我跟psychologist是八竿子打不到的 我學工的 我原來最討厭的就是這些不清不楚的這種東西哈 我都是看數字的 文科也沒興趣psychology也沒興趣 但現在的話呢好像人生就給我開了個玩笑 把我搞到另一頭去了 嗯 我原來一直做金融嘛 做收穫兼并就是很少跟感情打交道 我們收過公司收了以後就解雇一大批人對不對 嗯 好的那今天也非常高興哈 我們再次感謝Jack 感謝白琴老師哈 呃花了你們寶貴的時間來跟我們來來分享 介紹你們的這個很有意義的這套系統哈 那我們也特別感謝我們的觀眾朋友們啊 謝謝你們一直來支持我們啊 那我們下次講座見啊 大家晚安 晚安晚安謝謝 晚安晚安謝謝 謝謝 我們下次見